北外的2020届的毕业生们大家好 各位学弟学妹 我是何炯 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给大家送来毕业的祝福 虽然今年的毕业比较特殊 然后大家可能没有办法聚在一起 有一个很正式的 然后很盛大的一个毕业典礼 但是相信这几年的大学时光 还有我们在一起学习 一起的经历 老师们对我们的帮助 学校对我们的帮助 还是会深深地放在我们的心里 同时也会给我们将来的发展 将来的工作 带来很多很多的影响 所以在这里也真诚地祝福大家 同时也希望这个特别的毕业的方式 能够给大家一些特别的力量 从现在开始直到未来 祝福你们 我们一起加油 其实毕业对于每一代人的记忆 可能都差不多 忙着告别 拍照 毕业晚会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 北外的图书馆 就在我们阿语楼的旁边 那里有一条全是树的路 我们穿着学士服 在那条路上跑来跑去 找地方拍照 合影 宿舍里 大家都忙着收拾东西 然后扛着大包小包离去 那时候 我们还在宿舍里 做了一个挂例 在毕业前的一个月 贴在门背后 宿舍里的成员 每天轮流在上面写一段话 我们宿舍里的六个人 都在那个挂例上 记录下了最后一个月的心情 比如 今天最后一天考口语 我好紧张 苗 今晚一起睡 可惜的是 后来这个挂例下落不明了 肯定没丢 可就是不记得 被谁收到哪里去了 这样的一份记忆 就真的存在于记忆里了 也许青春就是这个样子 记住一些 忘掉一些 保留一些 丢掉一些 但所有最珍贵的 一直都回在心里 三十岁的时候 毕业已经很多年 我还保留着之前 留下来的一个习惯 不爱讲心事 这可能跟大学的生活有关 虽然我和同学的关系很好 他们一直保护我 纵容我 但是回想起来 我和他们实际交流相处的机会 还是很少 我在央视 做生儿节目的状态 他们几乎是不了解的 我也不是那种 主动将人生所有细节 都跟别人分享的人 在央视做节目时 节目组的同事 对我也很关心照顾 但他们同样不会了解 我在学校的部分 而和最亲近的父母 我们之间 是什么都可以分享的 但远离千里之外 我不会特意提起心事 通常在妈妈问起我 好不好的时候 说一句 我很好 一直以来 确实一切都好 我有那么多好的学习机会 也遇到很多 给我机会的人 就算偶尔有一点 小小的心事 或者坏情绪 也是不足以给外人看的 在我的生活 被分割成各种 不同部分的大学生涯里 学校里是一个何种 电视台里是一个何种 父母面前又是一个何种 我在努力做好 每一个我的同时 的确不知道 可以跟谁 来彻底分享我的内心 我那时固执地认为 讲出来的心事 和放在心里的时候 已经变了样子 被别人听去 又加上了他们的理解和观念 所谓人和人的沟通 有时候没有用 这句歌词简直就是我自己 当时的观点写照 所以如果真说起 想改变的 第一位就是很想有个 能够随时倾诉的朋友 其实我并不是 没有这样的朋友 只是那时的我 没估得上 或者说还不懂得彻底分享吧 40岁的时候 我发现我拥有了一种能力 自我排毒 我觉得这种能力很适合我 它让我不别扭 不纠结 也不会为难自己 和身边的所有人 在很多事情上 我都试着很快地圆过去 不想麻烦别人来搭救我 因为很忙乱 也没有时间等别人来开解我 所以我就靠自己圆 或者用这件事的成绩 圆那边式的压力 现在的我慢慢地在学习说心事 可能真的是随着阅历的增加 发现自己之前担心的误解 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又或者是随着朋友的陪伴 越来越深入 懂自己的人也越来越懂 更重要的是 自己慢慢领悟了 说心事 不仅仅是为了让别人懂自己 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 这是一种交流表达和抒发 心事不是说给别人听 是当着别人的面 说给自己听 人是无时不刻不在成长 我们也许会告别年少青葱 但不等于告别了成长 人一辈子都要保持着 一个学习的状态 每一个小小的领悟 每一次愿望的达成 都是会让我们变得 更加强大的成长过程 而每一次的成长 都是人生中一个 最美好的毕业季 回忆着当初 相识的那些画面 只是一张张 陌生的笑脸 回想着那些 开心的时光 好像就在昨天 没有终点 没有局限 只希望时光 能停留在这一天 别把我带走 从你们的身边 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重新进密一遍 和你们在我左右 有新的起点 Remember me 我们的过去 我们的过去 别遗忘在那片光阴 Oh trust me Oh trust me 我们的约定 守候着心中 最初中的一片天地 Remember me 我们的过去 留在这段时光 慢慢回忆 Oh trust me 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还有 同样的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